利勇同志今天喝茶了啊 嗯 叫同志我喝 姑奶奶 你为什么不让十瑞克叫你姑奶奶呢 这利勇同志叫起来很饶口的 哎呀 不行 这有些关系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是是是 非亲非故我也不想攀这个关系 婉婷啊 我告诉你啊 这十家人啊 你要小心一点啊 哎呦 我刚刚看你爸爸录的那个节目啊 差点没把我这老命啊 给弃绝了 姑奶奶 怎么了 还不是他妈 我会祝福你 在外的世界有一片未来 这十家人啊 你要小心一点啊 哎呦 我刚刚看你爸爸录的那个节目啊 差点没把我这老命啊 给弃绝了 姑奶奶 怎么了 嗯 还不是他妈 我妈 啊 我妈又怎么扔 你妈那好样 居然啊 刚刚在节目中 挑拨所有的观众朋友 去对抗婆婆 忤逆婆婆 她居然还说要解决婆媳之间的问题 就是离婚 这天底下还有没有道理啊 姑奶奶 那说不定 只是针对那个抗应的观众啊 我想居妈妈的意思 应该不会真的想要忤逆婆婆了 哎呀 长辈就是长辈 在我那个年代啊 那婆婆说的话就是圣旨了 我一早就要起来打扫亭月 伺候一家大大小小 我做我媳妇该做的本分 我从来都不能说苦啊 姑奶奶 我知道你辛苦了啊 还好啊 他们俩离婚的 我要是有那样的媳妇啊 我看我要是被气到中风 那老了我也是没什么情福好想的了 哎呦 我说丽红同志啊 这个我可就有话说了 首先 我妈对长辈是绝对会有礼貌的 另外一方面啊 婆婆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圣旨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有讨论的空间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做媳妇的不一定要听婆婆的咯 听是要听啊 但是也不用全部照着做啊 婆媳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不一定谁对谁错啊 就事论事啊 呦 那就是跟长辈计较的意思咯 啊 年轻人 你有没有听过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啊 你懂不懂的意思啊 那就是说你随时要设身土地的为他人着想 要是你妈碰到这种妥协的问题 你帮谁啊 好 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我不说了 不说了 看来有机可乘了 当时妈妈的机会就在眼前 姑奶奶 姑奶奶 我有个问题 如果说今天呢 我嫁出去了 然后呢 对方的妈妈是个恶婆婆每天欺负我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谁敢欺负我们婉婷啊 我就用这条老命跟她拼啊 我要让她常常看这个正宗太极画骨绵掌 让她常常看 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谁要敢得罪咱们皇家就是该死 姑奶奶 你这句话好像有点前后矛盾 你刚刚不是说婆婆永远都是对的吗 那怎么可能是别人欺负我呢 说不定是我自己无理取闹 吃不了苦 那怎么可能 咱们婉婷怎么可能无理取闹 吃不了苦 不可能 可是你刚刚说了啊 婆婆永远都是对的啊 这 这话是 这话不你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嘛 如果说啊 我的婆婆呢 能像姑奶奶这么明事里就好 我跟你说 我打着灯笼啊 都找不到像姑奶奶这么好的婆婆 那当然啦 咱们皇家是知书达理 我怎么可能会去无理取闹 去欺负人家 我不会是非 黑白不分的 就是啊 你越笑越大声了啊 请问你笑什么 我们说你怎么这么肯定你们家那个立宏同志 当别人的婆婆就不会有婆媳问题 那你也知道这个过程就拍剃头的 对吧 剃头 诶 这剃头是清朝的规矩啊 我看到他们两个不对盘耶 你还要把我妈送到虎口去 你是疯啦你 石瑞克 这叫计谋 重点呢 稍逼我姑奶奶接受你妈妈当媳妇 黄婉婷 你果然是商场上的智多心哦 简直可以称作九尾妖狐啊 总之呢 等一下你就听我的 见机行事 知道吗 姑奶奶 我绝对相信你呢 是不会欺负别人的 所以呢 你也不会有婆媳之间的问题 这个我 我是说啊 我什么我啊 我说立宏同志没有关系啊 你就承认自己是个恶婆婆又不犯法 别人又不会说你闲话 对不对 你 你说什么呀你 你 要是就是吗 我怕什么 反正多一个人伺候也没啥不好 姑奶奶 你的意思就是说愿意接受石妈妈当年媳妇哦 不是吧 只 bud不 trust 过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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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不就是 脖竹 拖拖到央 你对她是 shift